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四个奥特曼和怪兽的水晶玩具 首先,又给大家带来的是无限赛罗的水晶 它的属性是闪光的闪,然后是紫色的 是谁带来无限赛罗的水晶和卡片呢? 原来是贝利亚最强的形态,吉尔贝利亚 让我们用罗布陀螺仪变身器来召唤无限赛罗 水晶召唤出来了赛罗的无限形态 那它最擅长的攻击是什么呢? 哇哦,原来是等离子火花刀 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的是巴尔坦信仁的水晶 它的属性是刃 那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原来是带着披风的粗大奥特曼 巴尔坦信仁的必杀技是分身攻击 让我们用罗布陀螺仪来召唤巴尔坦信仁 怪兽水晶召唤出了巴尔坦信仁 那你们知道巴尔坦信仁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吗? 除了奥特曼又来发动他的必杀技了 初代的赛培利奥光线打败了巴尔坦信仁 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厉害的尊皇形态 它的属性是霸气的霸 这个黑色的身影看起来好眼熟啊 原来是贝利亚 珍黄形态的卡片看起来好酷啊 背后是地球呢 那赶紧让我们来召唤这个霸气的珍黄形态 珍黄形态穿着红色的披风看起来好帅气啊 哇哦 中皇形态的皇家终结打败了贝利亚 接下来会是哪一位奥特曼的水晶呢? 它的属性是剑 这里还有一张奥特曼卡片 卡片上面的奥特曼怎么是黑色的呀 这两位奥特曼长得好像啊 它们有什么关系呢? 来看一下这张卡片能召唤出哪一位奥特曼 卡片召唤出来了一位黑色形态的欧布奥特曼 欧布奥特曼说 这位是假的奥特曼 看我来打败他 欧布奥特曼用圣剑打败了暗黑欧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奥特曼和怪兽水晶 那你们认为哪一个最强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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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